上个礼拜 我会讲到圣灵 我会讲到圣灵在你的生命中 怎么样子的来带领你 所以这也是我今天晚上会着重点 会讲到的 那简单的还是要复习一下 上一周我们讲到说 耶稣来已经为我们成全了律法 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 其实你根本不需要担心说 人不在律法之下 人没有律法的捆绑 人会不会放纵 会不会无法无天 其实你根本不需要有这样的担心 事实上在恩典之下 人活出来的标准 是远远高过律法之下的标准 律法只是要求人的外在 在律法下 人是因为被要求 人是因为被迫的 人是因为被规条所限制 做一些事情 而在恩典之下 人是从里面 从内心的深处 从动机上改变 所以请跟我说 在恩典之下 活出来的 远远高过律法之下 阿们吗 有多少人还记得 上一周我们提到一个旧约的人物 我们讲到说约瑟 那约瑟是在律法之前四五百年 律法是在约瑟之后四五百年 摩西在西南山上才颁布了律法 也就是说约瑟那个时代 他没有摩西的律法 但是约瑟他照样胜过罪恶 他照样对一切的诱惑说不 他的力量来自于哪里 不是来自于律法的要求 乃是来自于他内心跟神的关系 他内心有着一种神圣的力量 他可以对罪恶说不 阿们吗 今天这个世界上是需要律法的 因为世人他们没有重生得救 他们没有圣灵 但对于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说 你不需要靠着外在的律法 来规条来规范你 今天你有神的爱 今天你有圣灵 今天你行在爱中 你活出来的远远高过律法 阿们吗 那上一周我们读到一段经文 今天我们再次来看一下好不好 我们来打开罗马书 罗马书十三章八到第十节 今天我们不在律法之下 我们行在爱中 其实我们是从动机 从根源上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是远远高过 律法的规条和标准 我们来看一下第八节开始 凡事都不可亏切人 我有彼此相爱 要常以为亏切 因为爱人就完全了律法 今天新约的基督徒 你知道了神对你的爱 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 你被神的爱充满 你明白了神的爱 你行在爱中的时候 其实这个爱就完全了律法 下面继续说第九节 向那不可奸引 跟我说不可奸引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贪婪 或有别的诫命 都包在爱人如己 这一句话之内了 其实律法的总结就是爱嘛 对吧 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就是爱嘛 当你行在爱里面的时候 已经是超越了所有的律法 第九节这里说不可奸引 当你行在爱中的时候 你就不会去犯奸引 对吧 当你爱神 你不愿意伤害他 当你爱你的配偶 当你爱你的另一半的时候 你就不会怎么样出轨 律法之下不可犯奸引 今天你去问很多的基督徒 你问他说 不可犯奸引 他说是的 为什么 他的理由就是惧怕 犯奸引 怕遭到惩罚 今天你问一个 在律法之下的基督徒 你问他说 为什么不可犯奸引 标准答案是怕神惩罚 怕被神管教呗 怕被打个半死了 怕得什么 什么癌症呗 对吧 怕得什么艾滋病呗 所以他不犯奸引 是因为什么 惧怕 他怕 怕下地狱 虽然他没有犯奸引 但他的动机是因为 惧怕 怕被惩罚 那今天在恩典之下 当你被神吸引了 当你被这位爱你的救主 所吸引的时候 当你被他的爱充满的时候 你爱这位主 你爱你的配偶 你也爱惜你自己 你不犯奸引 请问哪一个动机 更纯一些 哪一个标准更高一些 显然是在恩典之下 我的太太从来不会担心我 为什么 因为她知道我爱神 她知道我爱她 她不需要检查我的手机 她不需要看我的微信 因为她知道 因为她知道我爱她 所以不需要看着我 明白吗 有一些姐妹 你得想办法 让你先生爱你 而不是用要求来要求她 你查她手机有什么用 她手机好几个 你查她微信有什么用 她微信也好几个 你管她释放钱 也管不住 她也有其他的取得 有其他收入 你靠这个东西来控制她 还是很外在的 你拿离婚要挟又怎么样 到了一个地步离就离呗 她也不怕 对不对 你拿什么要挟 拿外在的 肯定是没有用的 但是你让她爱你的时候 一切都是平安的 Hallelujah 所以圣经这里说 当你爱人的时候 你就不会怎么样 不会兼饮 对吧 你爱你的配偶 你就不会去 去做这个事情 不可杀人 你就不需要每天跟她说 不可杀人 她每天活在爱里面 她看见人就像怜悯人 就像爱人 根本不需要讲这个 对吧 她都每天都是想要爱人 不可偷盗 你知道她被神的爱充满 她只想的给予别人 可怜别人 对吧 那么的慷慨 只想给出去 你根本不需要对她说 不可偷盗 不可窃取别人的财物 就不用讲这些嘛 不可贪婪 你就不用讲这些 或有别的贱命 都包在爱人如己 这一句话之内了 爱是不加害于人 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信约的基督徒 当我们行在神的爱中的时候 其实这个标准 远远高过旧约的律法 阿们吗 其实很多人不明白一件事情 今天牧师要在这边 要特别的告诉你 其实圣洁的唯一途径 是更多的认识基督 而不是更多的认识罪 我再说一次 很多人以为 你把罪讲得越多 把律法讲得越严 人就会活出圣洁 虽然它的动机是好的 但其实圣洁的途径 不是来自于认识律法 认识罪 圣洁的途径 是来自于更多的 更深的认识基督 知道基督所成就的一切 这是活出圣洁的根本 阿们吗 你每天研究罪 其实有什么用 你最后还是知道都做不到 对吧 你每天讲律法 讲规条 有什么用 人家都知道 可是人家都是做不到 当你认识基督的时候 你就被基督所充满了 你就从里到外就有力量 照着神的心意而活出来 阿们吗 今天我要在这边 要特别的补充一点 其实恰恰相反 什么东西会让人陷在罪里面 什么东西会让人 没有办法从罪里面得到释放 没有办法胜过罪 恰恰是因为你过多的讲律法 你过多的把焦点 放在罪上的时候 人其实是更多的被罪捆绑的 我要让你来看一些经文 好不好 很有意思的 大家应该知道圣经的次序 其实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之下 前面都好好的 虽然有埋怨 虽然有抱怨 全都是好好的 你知道以色列人照金牛犊 出来拜偶像 是在哪个时候 西南山上颁布律法之后 律法实际的第一条第二条 就是讲到不可拜假神 不可拜其他的神 唯有神是独一的神 你知道接下来什么事情发生了 经牛犊立刻就滚出来 很奇怪的 前面都没有想过要造一个经牛犊 可是当律法一颁布之后 为什么经牛犊就要滚出来 其实圣经告诉你 你知道吗 当你把所有的焦点放在律法上的时候 其实律法是引动我们里面的罪 律法是让你里面的欲望释放出来 会启动牵引你里面的恶欲 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好吗 罗马书第七章 我们从第四节一直到第七节 我们来看第五节 先来看第五节 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 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 跟我说 因律法而生的恶欲 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 一致结成死亡的果子 注意哦 恶欲就是你的欲望 其实欲望一直在你的里面 只不过是比较平静的 那欲望是在哪个时候会被启动 被发动 就是律法 律法就是要求 就是规条 这个讲得越多 讲得越严 把你里面的欲望给带出来了 这个有点颠覆你的思维啊 但这个是圣经的教导 我简单举一个例子 好不好 看这边 如果我从现在开始 我一直在告诉你说 不能够看那一扇门 我们最旁边的那一扇门 如果牧师告诉你说 千万不要看那一扇门 千万不要看那一扇门 那一扇门后面有秘密 千万不能看 千万不能看 这是一个要求来着 我讲得越多 你所有的好奇心 全部在那一扇门上 牧师没有讲的时候 你对那一扇门 是不感兴趣的 你没有想法的 可是牧师一直在说 不要看那一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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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强调这一点的时候 你知道吗 这个要求就启动了 你里面的欲望 如果我讲得越多 你所有的注意力 都一定在那一扇门上 请听好 这就是本来 律法还没有来的时候 罪是死的 可是律法来了 罪为什么活过来了 因为律法 让你里面的欲望 被启动了 一个男生 可能坐在这里 你一直对他说 千万不要看 你隔壁的女生 千万不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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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不要看 把他里面的欲望 给启动了 他一定会看的 他本来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当你越讲得越多的时候 他就越被启动 听明白这一节经文的意思吗 这就是说 因律法而生的恶欲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的教会 传道人不明白这一点 讲台上你讲罪 讲得越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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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徒其实越会去犯罪的 因为他里面的欲望 被带出来 上一周主日的时候 我讲了一个见证 现在有一个年轻的牧师 他也开始转向恩典 也开始讲耶稣做成的一切 他为什么会讲恩典 一方面是因为 他听了我的一些讲道 圣灵也开启了他 让他有了一些 看见和想法 让他对信仰 对于这个教导 有了一些思考 对神学有了思考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他亲眼目睹 他说曾经在他教会 有一个小女孩 17岁 信了耶稣来到了教会 本来好好的 因为讲台 因为牧师 一直在讲律法 一直在讲罪 甚至那个 不是一般的定罪 不是一般的讲罪 讲的那种是很过很过 就是到了极端讲律法 讲罪的那种 他目睹 那个小女孩 后来 把她过去 信耶稣之前 不会犯的罪 统统犯了一遍 为什么 他好奇 也就是说 这就是为什么 你在有一些教会会看到这个现象 很多人在信耶稣之前 不会做这些事的 可是为什么到了信耶稣之后 会去犯这些罪 会去做这些事 今天你就知道了 是因为讲台 是因为律法 启动了罪 使罪变得更多了 你明白吗 我曾经有过 有过经历啊 很深的经历 我曾经在一个教导体系之下 你知道 他叫我认罪 都要认到什么地步 就是把我从小到大 每一条罪 都要写下来 一丝纸都十来张这样子 一个一个去打勾 然后绞尽脑汁的 要去想起来 就真的是收藏瓜度 我真的经历到 其实我本来 我的思想是很正常的 也是很好的 可是我看了那一叶子之后 麻烦了 我发现我崩溃掉了 很多的罪 从我的里面开始出来 我本来是没有这个念头 我本来是没有想到这一些 可是我越专注在这些罪上 我就感受到 好像我在犯这些罪一样 真的是律法 让你里面的罪活过来了 让你里面的欲望 被启动了 所以如果姐妹 你对你的先生要求的越多 不能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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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挂在嘴上 我跟你说 他越戒不掉 真的是戒不掉 你要让他认识基督 被圣灵充满 他回过头来发现 怎么一抽苦的 怎么味道不对 是不是买了一包假烟 圣灵奇妙的工作 在他身上进行 我再让你看一些经文 那这里讲得很清楚说 第五节说 因律法而生的恶欲 这个欲望会被启动 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 一致解成死亡的果子 下一段经文来看 哥林多前书15章56节 死的毒钩就是罪 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这节经文我讲了无数遍 我曾经很多次讲到说 如果今天你去问一般的传道人 这一节经文前面半节 他都有讲的 死的毒钩是罪 他会告诉你说 弟兄姊妹啊 就是因为亚当犯了罪呢 所以死就临到了全世界 这半节他都会讲 所有的传道人都会脱口而出的 但你问他说 后半节在讲什么 后半节说 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什么叫做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也就是说 罪在哪个时候会有影响力 罪在哪个时候会蔓延 罪在哪个时候会越来越泛滥 越来越厉害 罪的权势是什么 律法 可是你问一般的传道人 你问他说 这节经文在讲什么呀 这是神的奥秘呢 没关系 感谢神 感谢神 圣经很多我们是不懂的 只有神来了 我们就知道了 因为他讲台上 一直在讲律法 一直在讲律法 很多的教堂后面都是挂着实践 挂着律法 心态是好的 希望你规矩一点 但圣经说 罪的权势是律法 这是圣经明文说的 所以你律法讲得越多 其实罪越厉害 明白 你总认为 律法讲得越多 罪讲得越多 人越圣洁 但是恰恰相反 但是恰恰相反 律法讲得越多 罪讲得越多 其实越犯罪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 圣洁是来自于你认识基督 你仰望基督 你就变成基督的样式 你要知道基督所做成的一切 明白吗 所以今天你要害一个人 很简单 一直跟他讲律法 就把他给废了 牧师从来没有纵容罪 牧师从来没有说犯罪 随便犯罪 从来没有这样讲 牧师的目的是 希望你活出基督 让你过圣洁 过得胜的生活 但我认为 圣洁的根源 不是来自于 一直强调律法 一直讲定罪 一直让你去挖罪 这个没有用的 这个只会越来越泛滥 罪的诠释就是律法 好好地想一下 这一节经文 这是圣经的教导 需要去思考一下 明白吗 罗马书五章二十节 律法本是外贴的 这里告诉你 律法的功用是干什么 律法本是外贴的 叫过犯险多 所以律法是叫过犯险多 也就是说 律法是让罪变得更多 所以你想要害一个人 就是告诉他律法 他就越犯罪 律法是叫过犯险多 各位看明白了 下一半节说 只是罪在哪里险多 恩典就更险多 下一半节意思告诉你说 你看到哪里罪恶泛滥的时候 你要告诉他什么 告诉他律法吗 不 告诉他恩典 恩典是把罪止住 恩典是把罪控制住 可是人的逻辑思维 当你看到罪恶越来越泛滥的时候 你感到了担心 你感到了害怕 然后就开始传讲一系列的律法 一系列的要求 一系列的定罪 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罪上 其实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什么 火上浇油 因为你越讲律法的时候 过犯越多了 就好像你看见一个地方着火了 你心很着急呀 要灭火呀 火这么大怎么办 你看见他着火了 结果你提了两桶汽油就过去了 结果一到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当牧师看见讲台上 很多的信徒生活很糟糕 对不对 各种混乱的事情出现 牧师很着急呀 所以牧师就把讲台变成炮台呀 讲得很严厉呀 都是指责啊 都是定罪啊 都是律法呀 都是要求啊 让你认罪啊 悔改啊 悔改啊 认罪啊 一直讲这个呀 就类似于什么 你看见着火了 你拿着汽油就过去浇了 导致什么结果 导致罪更泛滥 导致人们离开教会 反正我做不到 干脆我不信了 我罪也认不完 到死的时候 我再悔改上天堂就行了 亲爱的女士们明白这个意思吗 注意哦 罪在哪里显夺 圣经没有说 让律法更显夺 圣经恰恰告诉你说 罪在哪里显夺 应该要让恩典更显夺 阿们吗 这个刚好能够把罪 给控制住 让人胜过罪 所以罗马书六章十四节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 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哇 我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有没有看圣经啊 认识字不认识字啊 当你讲一系列的恩典 当你讲基督所赐之意 当你讲 讲耶稣的赦免 讲阴性诚意 把人带到恩典之下的时候 人们会说 小心 这个会带给人放纵的 我不知道他的眼睛长在哪里 圣经说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 哪个时候 当你处在恩典之下的时候 这就是牧师为什么千方百计 要把你拉到恩典下面 因为只有这个时候 才能够控制住罪 才能让你变得更圣洁 听明白的人说阿们 罪这个字 其实在这一节经文 原文也是名词 名词代表着什么意思 不只是错误的行为 我也可以说名词 因为罪会产生一系列的东西 对不对 你的疾病 你的贫穷 你的压制 你的忧郁 你的抑郁 你的所有的捆绑 所有的咒诅 都是因为亚当犯了罪之后 罪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也可以说 疾病必不能做你们的主 因你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我也可以说 贫穷债务 缺乏不在做你的主 因你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我也可以说 所有的抑郁 所有的压力 所有的劳苦筹反 所有的一些坏脾气 不能够做你的主 因你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哈雷罗亚 阿们吗 我可以说 所有你生命中负面的 所有因这罪带来的 一切恶果 今天你看到 所有不好的 这些 不能够再在你身上做主 因你不在律法之下 已经在恩典之下 耶稣已经完成了 一切的救赎 哈雷罗亚 阿们 所以我再说一次 你应该要新约 我们要追求的是 认识基督 以及基督所成的一切 而不是 作为新约的基督徒 还是把焦点 放在律法上 不是把一切的焦点 继续地放在罪上 你要弄清楚 基督为你成就了什么 这是新约的教导 我们来看一些经文 好不好 我们来看 罗马书七章 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保罗有一个挣扎 保罗说 我怎么样胜过罪呢 我真是苦啊 二十四节说 我真是苦啊 谁能借我脱离 这取死的身体 二十五节 保罗的秘诀是 感谢神 靠着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就能脱离了 焦点是什么 靠着耶稣基督 而不是靠着律法 但你靠着耶稣基督 你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 你就能够胜过一切的软弱 阿们吗 哥林多 后书三章十八节 我们众人 既然铲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返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容上加容 如同从主的灵 变成的 这节经文告诉你说 圣灵 主的灵 会做一件事情 圣灵会做一件 什么事情呢 当你越看见主的时候 十八节说 我们众人 既然铲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换句话说 镜子指的是圣经 你越在圣经里面 越在牧师的教导里面 你更多的认识这位耶稣 看见这位耶稣的时候 你就变成主的形状 容上加容 如同从主的灵 变成的 意思就是说 主的灵 圣灵会做一件事 我再说一次 这节经文告诉你 你越认识这位耶稣 越看到这位耶稣的时候 圣灵就会做一件 奇妙的事情 你就会变成耶稣的形状 阿们吗 所以你要在圣经里面 更多的认识耶稣 以及耶稣成就的一切 好不好 彼得后书一章第三节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 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 赐给我们 神的神能已将什么 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 什么叫生命 你的人际关系 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你的健康 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你的财务状况 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你的婚姻家庭 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你的儿女 你的亲子关系 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 关乎生命 还有什么和前进的事 什么叫前进 敬前啊 对不对 过圣洁的生活呀 有力量胜过一切的罪 有力量胜过一切不好的习惯 有力量胜过一切负面的情绪 有力量胜过一切的压制 所以神的神能已将一切 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 已经赐给我们了 下面说 皆因我们认识 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 招我们的主 是因着你守律法呢 因着你每天研究罪呢 还是说因着你认识 这一位主 认识这位耶稣 答案是什么 是耶稣啊 我信主很多年 我也做传道人很多年 我的教导 基本上就是让人家去认罪 让人家去专注在罪上 当然你做错了 你是要认错啊 这个是没有问题啊 但你的焦点 总是让人专注在罪上 其实还是没有出路的 这就是你看到传统教会 几十年 一聚会就是认罪 亏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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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是这样 每天都是这样 几十年也没改变 所以认了几十年也没认完 每次都重复 还是在这个循环里面 能不能再跨越一点呢 认识这位主 认识新约 认识耶稣基督带来的救赎大功 认识所赐之意 认识耶稣带来的恩典 认识这个福音的内容 哈雷路亚 好吗 这重点从这个方向回来 朝这个方向 你就会在你的生命中看到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 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你 你会看到美好的结果出现的 阿们 生活中最简单的道理 对不对 举个例子好不好 当你看到 你们家的孩子一点点大 当他拿了一个东西 比如说 把你的手机拿起来了 然后再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你的手机又没有套上手机壳 一定要地上 我跟你说 那个修手机的又有生意了 那这个时候 你要想办法 让手机拿回来啊 怎么办 你冲着 冲着就去拿 你越跑过去 就这样了 我经历过 你这个时候只要做一件事 你让另外一个 更有吸引力的东西 来来来来 小朋友到这里来 你再掏出一个东西来 他就快快快过来了 这个东西就给你了 再拿过去 小孩子对不对 孩子都知道 当他被另外一个东西吸引的时候 他就会放弃这个东西 当你被耶稣吸引的时候 罪对你就没有吸引力 当你被耶稣吸引的时候 烟对你就没有吸引力 当你被耶稣吸引的时候 各样的捆绑对你就没有吸引力 哈雷罗亚 这是真正圣洁的秘诀 罪不能够做你的主 因你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哈雷罗亚 阿们吗 所以保罗一生都没有偏离一个原则 就是更深的认识基督 他说我要更深的认识你 我已经看透万事如粪土 我只要更深的怎么样 认识基督 朝着标杆直跑 哈雷罗亚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不好 亲爱的这种姊妹 那今天当你处在新约之下 虽然你不再活在律法之下 其实还有一件美好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当耶稣升天之后 耶稣赐下了圣灵 我们来看圣经 约翰福音 我们来看第十六章 第七节 耶稣说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 我去是与你们有益 我若不去 保慧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 我若去就拆他来 那过去这一节经文 我也看不明白 耶稣为什么要告诉门徒说 我去是与你们有益 怎么耶稣走了 对门徒来说还有好处呢 亲爱的这种姊妹 你可以想象一下好不好 耶稣肉身跟门徒同在 好不好 好 对吧 每天有耶稣陪伴 当你遇到事情 可以去请教耶稣啊 当你解决不了的事情 可以请耶稣来帮忙啊 所以耶稣肉身 与我们同在 是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你知道吗 耶稣肉身与你同在 他还是有限制的 什么限制呢 他会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 因为肉身与你同在 所以耶稣今天在这里出现 他就不能同时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现 今天耶稣跟彼得在一起 耶稣就没有办法跟约翰在一起 耶稣跟约翰在一起交流 耶稣就没有办法跟马太在一起交流 他总是有什么 有限制 所以耶稣的肉身同在非常好 但是有限制 可是当耶稣十里复活升天之后 有一位就是宝慧师圣灵 他来了 圣灵来了呢 与每一个人在一起 也就是说十二个门徒与耶稣同在 每个门徒分到十二分之一 但圣灵来了 每个人都有圣灵的同在 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 我去是与你们有益 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当我们有圣灵的同在 其实是远远超过 当时门徒在地上 耶稣的肉身与他们同在 这个是远远超过的 那今天我要告诉你说 当你重生得救之后 圣灵就来了 圣灵来了在你的灵里面 所以圣灵来了 祂住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的灵重生了 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 永远的与我们同在 跟我說永远与我们同在 阿们吗 那这一段经文 其实你继续看下来 第八节到第九节 看下来一直到第十节 他既来了就要叫 世人为罪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很多人错误地理解 这一节经文 好吧 仔细来看这一节经文 很多人以为 圣灵是来责备你的 给你定罪的 很多人是这么以为的 今天妆化得那么浓 圣灵责备你 今天迟到两分钟 圣灵责备你 其实事实上 责备你的是你的良心 圣灵从来不会责备你 那有人说圣经说 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来看圣经仔细来看 第八节 他既来了 圣灵来了 要责备谁的罪呢 就要叫世人 跟我说叫世人 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圣灵来不是叫信徒 自己责备自己 是要叫世人 没有重生得救的人 世人 圣灵要叫他们责备自己 圣灵责备他什么罪 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 换一句话说 圣灵责备世人 不信的罪 阿们吗 为审判十一节 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不是让你受审判 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 为你受了审判 审判是因为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所以今天我再说一次 圣灵来了 永远与你同在 住在你的里面 圣灵的功用 不是来责备你的罪 圣灵也不是来审判你 第十节 为义 是因我王父那里去 你们就不再见我 换一句话说 圣灵还有一个功用 记得 圣灵来了 为罪 是世人不信的罪 为审判 十一节是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为义 还有一个跟我说 为义 为义 是因我王父那里去 你们就不再见我 换一句话说 圣灵住在你的里面 是让你想起神的意 神的意在你的身上 请听好 当耶稣在地上跟门徒同在的时候 门徒感觉到状态不好 感觉到软弱的时候 感觉到有罪恶感的时候 他看见这位耶稣 哇 耶稣总是充满着恩典 来拥抱他们 来鼓励他们 这是 这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门徒与耶稣常常在一起团契的 可是耶稣走了 当门徒孤单的时候怎么办 当门徒软弱的时候怎么办 当门徒感觉到内疚 感觉到定罪 感觉到自责的时候怎么办 圣灵在门徒的里面 是为义 换一句话说 今天对于你我 耶稣肉身没有与我们同在 当然耶稣在三位一体的角度上来说 耶稣今天也是与我们同在的 但更重要的是 圣灵在你的里面 虽然你看不到耶稣 但是圣灵在你的里面 你知道你是义人 明白吗 耶稣成就了一切 担当了你的罪 把祂的义给了你 圣灵住在你的里面 是提醒你 今天你拥有神的义 当你软弱的时候 你 在圣灵里面祷告 哇 我是义人 神的义在我身上 当你沮丧的时候 当你定罪的时候 当你说错话的时候 当你做错事的时候 圣灵在我的里面 哇 今天我是义人 哈雷罗亚 在神的眼中 我是神的义 哈雷罗亚 所以第十节 唯一是因我王父那里去 你们就不再见我 虽然今天你看不到 耶稣的肉身 但是圣灵在你的里面 你就知道神与你同在 神站在你这一边 在神的眼中 你是神的义 哈雷罗亚 阿们吗 那今天牧师要特别提到一点 其实圣灵来了 这里刚才说 是前面读过的经文 跟我说宝慧师 再说一次 宝慧师 宝慧师 圣灵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下面先来看 来看一段经文 我们来打开 约安福音 第十四章 十六到十七节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 宝慧师 跟我再说一次 宝慧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我曾经讲过 在旧约之下 圣灵只是降在少数人的身上 圣灵会降临 圣灵也会离开 但是今天到了新约 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圣灵是永远与你同在 永远是多久 永远就是永远 所以你今天不需要担心 圣灵会离开你 他永远与你同在 跟你的表现 跟你的行为是没有关系的 圣灵永远与你同在 阿们吗 圣灵是你的什么 宝慧师 十七节说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世人不能接受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那注意 别忘记 你里面有一位宝慧师 其实另外版本的翻译 更加直接的意思就是说 你有一位辩护律师 他是你的顾问 我再说一次 圣灵是你的辩护律师 全世界最好最强的律师 就是圣灵 他是你的诗人律师 是你的宝慧师 他就住在你的里面 当他帮助你的时候 你一定能赢 你一定能够夺回属于你的权益 我举一个例子好不好 那比如说今天 我被一个人骗了 我的房子被那个人 给骗走了 但是我不是他的对手啊 我也玩不过他呀 房子本来是我的 可是我被他给骗了呀 我会做什么 我会请全上海最好的律师 我要夺回我的权益 对不对 我要打官司 属于我的我要把它夺回来 那今天你知道吗 上帝在你的生命中 预备的一切 因着耶稣的救赎 因着耶稣的牺牲 所有属于你的一切 有时候被魔鬼裸掠了 那些属于你的权益 可是你却还没有看见他 一直被魔鬼控制住 魔鬼拿走了你的健康 魔鬼拿走了你的喜乐 魔鬼拿走了你的婚姻幸福 魔鬼可能裸掠了你的亲人 那今天你 你怎么样把属于你的那个权益 把它夺回来 你做一件事 打官司啊 跟我说打官司啊 请律师啊 怎么请律师 圣灵已经在你的里面 当你在方言祷告的时候 其实圣灵就在帮助你 让你得到 神原本为你预备的这一切 也就是说 当你在方言祷告的时候 圣灵就是在帮助你夺回 原本属于你的产业 属于你的基业 听懂的人说阿们 所以新约的基督徒 圣灵内住在你的里面 这是第一步 关乎到你的重生得救 然后第二步呢 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 你受圣灵洗 你被圣灵充满 你会得着方言的恩赐 也就是说 在整个使徒形状 你可以看到 每当圣灵降临的时候 上帝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开启人的口 让人在灵里面祷告 就是方言祷告 为什么 这个能够让你活出 那个属天的兴盛的生活 阿们吗 那我们来看 使徒形状第二章 第一节到第四节 五旬节到了 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做的污子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在新约 你看到 当神充满你的时候 当神的灵降临在你的身上 当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的时候 他最先控制你的部分 就是你的舌头 跟我再说一次舌头 舌头干什么 说起别国的话来 就是说方言 在灵里面祷告 阿们吗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要告诉你 一个基督徒怎么样跟随圣灵 怎么样来启动你的保惠师圣灵 夺回属于你的权益 其实就是让圣灵掌管你的舌头 让圣灵得着你的舌头 你的舌头要被圣灵带领 你要方言祷告 阿们吗 那下面我要告诉你 为什么在十足形状里面 你看到圣灵降临在人的身上 总是先掌管人的舌头 让人说方言 其实有几个原因和理由的 第一个原因 圣灵若能掌管你的舌头 他就能触摸到你身体的每一个部分 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到第八节 原来我们在许多世上都有过失 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 他就是完全人 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跟我说 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你的话语能够勒住你自己的全身 第三节 我们若把脚环放在马嘴里 叫他顺服 就能调动他的全身 继续说调动他的全身 第四节 看那船只虽然盛大 又被大风吹逼 只用小小的舵 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 第五节 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 却能说大话 看那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舌头就是火 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 其实这里讲到 你的舌头可以说污秽的话 说负面的话 说消极的话 带来负面消极不好的结果 这是一方面 但同时你的舌头也可以被圣灵掌管 方言祷告 在灵里面祷告 会带来更多美好的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舌头能够污秽全身 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 跟我说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 最后来看第八节 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 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人的毒气 这是从消极的角度来说 一个人的舌头 如果没有被制服的话 结果就是怎么样 就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所有的不好的都是从人的话开始的 你的健康状况是从你的话开始的 你的财务状况从你的话开始的 你的人际关系是从你的话开始的 你的婚姻关系 家庭关系能不能和谐 是从你的讲话开始的 我再说一次 其实雅各苏在告诉你 你的舌头 你的讲话 能够带来负面的 巨大的负面果效 同时也能带来正面的美好的结果 怎么样让你的舌头带来正面的美好的结果 有人说讲积极的话 对讲积极的话很好 讲宣告的话很好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 不要忽略了 就是当圣灵新约降临在信徒的身上的时候 当神的灵充满你的时候 他要掌管你的舌头 你的舌头要进入到灵里的祷告 就是进入到方言的祷告 舌头要说出新方言 其实这个时候 一切美好的结果就开始了 哈雷路亚 所以今天新约的基督徒 怎么样被圣灵引导 首先你是需要把你的舌头交给圣灵 在圣灵里面祷告 阿们吗 很重要 这是牧师今天晚上讲的重点 今天我要告诉你 你需要更多的方言祷告 当圣灵掌管你的舌头的时候 他就能触摸到你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我再说一次 比如说你的肝有一些状况 当你的舌头在圣灵里面祷告的时候 祷告的时候 圣灵就能触摸到你的肝 当你的胃 你胃部有状况 当你在方言祷告 在圣灵里面祷告的时候 圣灵就能够触摸到你的胃 当你用你的舌头在方言祷告的时候 圣灵就能够触摸到你身体的每一个器官 每一个部位 阿们吗 非常的重要 所以当你跟随圣灵 你需要把自己的舌头交给圣灵 我盼望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会友 都是在圣灵里面祷告的 其实一个基督徒只要掌握两件事情 你就打遍天下无敌手了 我们打开犹大书一章二十节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却要在自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其实一个基督徒只要做两件事情 两个翅膀 请跟我说 在自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你需要听到福音啊 你需要在真道上造就自己啊 所以这个教会的会友不缺乏神的话语啊 你每周总是能够听到圣经被讲解 所以你在这个道上一直在造就自己 你一直让自己活在恩典之下 一直在寻求神的心意 更多的明白圣经 明白神的心意 认识耶稣 这一部分你没有问题 可是别忘了下一部分 你需要在圣灵里祷告 我感受到我们教会 其实对于方言祷告的重视程度 我感受到现在是远远不够的 很多人方言祷告 在哪个时候会祷告 特会的时候方言祷告 高老师来了 哪个老师来了 你就高老呀 就方言祷告 从此之后就没有方言祷告了 回去也没有方言祷告 或者说在遇到重大事情的时候 才想起来 高老师来 但这个要成为你生活的常态 听到成为你的常态 方言祷告就是在圣灵里祷告 也成为你的常态 阿们吗 这是今天在新约 圣灵能够引导你 帮助你 下面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来打开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 替我们来祷告 看这节经文 注意哦 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跟我说软弱 有圣灵帮助 什么叫软弱 软弱两个字 希腊文的意思是 它指的是没有能力产生结果 跟我再说一次 没有能力产生结果 这个叫软弱 软弱指的是没有能力产生那个结果 就好像我们常常不知道如何得到医治 理论上你知道因耶稣受的边上 你已经得了医治 可是实际你不知道怎么样让这个医治彰显 理论上你知道神与你同在 理论上你知道神是帮助你的 可是实际上在生活中你不知道怎么突破 理论上你知道在基督里你是自由的 可是实际当中你总是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 总是有一些抑郁的问题 有些忧郁的问题 你不知道怎么样突破 不知道怎么样释放 理论上你知道神是行神迹的神 可是实际上你不知道怎么样让你的业绩上来 让你的财务突破 换句话说 我们不知道如何得到 耶稣借着舍命本来要给我们的一切 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舍命 在基督里神已经把所有的一切赐给了我们 因着耶稣牺牲我们配得健康 配得医治 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一切 可是你不知道怎么样产生结果 所以软弱两个字 希腊文字没有能力产生结果 怎么办 记得你里面有一位律师 他可以帮助你产生原本无法产生的结果 律师怎么帮助你 圣灵怎么帮助你 下面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就是借着你祷告的时候 圣灵帮助你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注意这一节经文 圣灵替我们祷告 不是说你在那里睡觉让圣灵祷告 不是 指的是圣灵在你的里面与你同工 换一句话说 你在方言祷告的时候 是圣灵在带领你的灵 正在用灵的语言在祷告 这是圣灵在替你祷告 不是照着你的意思 是照着圣灵的意思在祷告 说不出的叹息 其实这个指的就是方言 希腊原文指的是 用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语言去表达 圣灵在你的里面 当你在方言祷告的时候 就是圣灵在带领你的灵 在用说不出的叹息 就是你听不懂的语言 就是方言祷告 圣灵在替你祷告 圣灵在带领你祷告 这位辩护律师在帮助你 让你产生原本你无法产生的结果 听明白的人说阿妹 诗篇八诗一篇 第五到第六节 旧约是隐儿 新约是什么 写明的 来看这一段旧约经文 第五节 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 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 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 方言是你所不明白的言语 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因为圣经说我们若是用灵祷告 悟性是没有果效 跟我说悟性没有果效 就是你的理性是不明白的 有人说我方言怎么听不懂 正常 听懂就不叫方言了 圣经所说的方言祷告 就是你的悟性听不懂的 悟性是没有果效的 你所不明白的言语 当圣灵在带领你放眼祷告的时候 第六节说 神说 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 你的手放下框子 你生命中所有的压制 所有的重担 所有的捆绑 都要开始脱落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上帝已经为你的一生 定下了美好的计划 当你在灵里祷告的时候 圣灵就检查你在哪个方面有所缺乏 圣灵就帮助你 带领你到你原本应该到的那一个程度 到你原本应该到的那一个地步 当你在方言祷告的时候 圣灵就是你的保慧师律师 他在帮助你 拿回原本属于你的所有的权益 Hallelujah 所以中间如果有人你有健康问题 你需要更多的方言祷告 当你在方言祷告的时候 圣灵就触摸你身体的每一个器官 每一个部位 如果你有财务上的问题 你更加需要方言祷告 如果你生命中有一些罪恶 你无法胜过 可能是你的脾气 可能是某一个不好的习惯 你记得哦 圣灵总是有办法让你过得胜的生活 你说主啊我靠着自己 主啊我想戒掉 可是戒了一次又一次都不成功 主啊我想克制自己 可是一次又一次 我总是没有办法克制自己 主啊我是软弱的 这个时候你就方言祷告 圣灵就会帮助你 明白吗 突然之间有一天 你发现那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圣灵总是有千万种方法帮助你 我再说一次 圣灵是帮助你的 原本属于你的那一个得胜的生活 原本属于你的那一个健康的身体 这位宝慧师要帮助你夺回属于你的一切权益 哪个时候 当你在方言祷告的时候 好不好 启动你的宝慧师 启动你里面的圣灵 在灵力祷告吧 哈利路亚 所以这些圣经说帮助 罗马书8章26节 帮助指的是什么 需要同工 圣灵与你同工 圣灵知道你的一切 圣灵也知道神的一切 他也知道圣经的一切 他知道你缺乏什么 他知道你该做什么 他也知道该如何解决你生命中的问题 所以圣灵比所有人更加的了解你 关心你 他知道你 他就住在你的里面 好不好 你要好好的使用圣灵 好吗 你有任何问题 全世界最好的律师 最棒的律师 就在你的里面 让他去打官司吧 你不需要熟悉一切的法律 你不需要 只要你有一个最好的律师就可以了 所以你不需要那么聪明 你不需要智商那么高 你想不明白的是 不用去想让圣灵来帮助你就好了 哈利路亚 阿们 这是牧师今天晚上要讲的 也是结合上一周的信息 你要开始跟随圣灵 要活出来的 哈利路亚 更多的方言祷告 真的更多的方言祷告 你只是听到是不够的 一方面听到 让你产生信心 让你得到释放 这些都是好的 你还需要圣灵 圣灵里面祷告 阿们吧 这个教会是更多方言祷告的 会友是方言祷告的 阿们 当你早上起来的时候 记得 方言祷告 早上一起来 方言祷告 当你要开车的时候 方言祷告 我喜欢开车 我经常一个人开车 四五个小时回家的 为什么 我可以在开车的时候 更多的享受方言祷告 开车的时候 方言祷告 煮饭的时候 炒菜的时候 方言祷告 送孩子上学 方言祷告 儿子在写作业 手按在他身上 妈妈你在说什么 当你要去跟客户 谈这个订单 之前先放言祷告 神啊帮助我 好吗 做每一件事情 放言祷告 在灵里面祷告 靠着圣灵随处 多方祷告 只有在灵里面祷告 你才能够做到 多方祷告 因为你要用你的 悟性祷告 你只能是为你 所知道的事情祷告 来打开 以弗所说六章十八节 靠着圣灵随时 多方祷告祈求 跟我说多方祷告 悟性祷告只能一方 不能多方 为什么 你悟性祷告 你为着你先生祷告 你就没有办法 同时为着你孩子祷告 悟性祷告 你为这件事情祷告 你就没有办法 为那一件事情祷告 因为你的注意力 必须要集中嘛 对吧 悟性祷告是有限制的 它只能是为着 你所知道的事情祷告 悟性祷告好不好 好 但悟性祷告是有限制 但是当你在圣灵里面 祷告的时候是无限量 你可以做到多方祷告 为你所不知道的事情祷告 好吗 你的孩子很小 关于他的未来 用你的悟性 绞尽脑汁 你想不出什么东西来 想来想去就那么一点事 你要用方言祷告 上帝知道他的未来 上帝知道十年之后 二十年之后 上帝知道他应该要进入哪一个学校 上帝知道他应该要选择哪一个职业 上帝知道他生命中的一切 圣灵比你更关心他 你为他祷告的时候 这就是在多方祷告 悟性是很有限的 对不对 你不能一边走路 一边悟性祷告 一边走路 一边在想 怎么样为你的老公祷告 主啊 让他悔改 一边走路 一边想为他祷告 砰 装电线杆了 你一定会这样子 或者掉在阴井盖里 虽然神保守你 但你还是弄了一身都很脏 对不对 悟性祷告是有限制的 对吧 悟性祷告 你祷告 如果注意力不集中 你都会祷告错的 主啊 我祝福你 主啊 你感谢我 主啊 荣耀都归给我 圣灵啊 我感动你 你都会这样子 对吧 你看电视剧 看 看忘记了 你这个悟性祷告 你都是会祷告错的 但是你在灵里面 祷告的时候 你的悟性是没有果效的 这个时候 你只要把你的嘴巴张开 把你的舌头交给圣灵 圣灵他关心你 他知道你一切的需要 阿们吗 好不好 这个教会更多的人 是在灵里祷告的 如果我们中间有朋友 你还不会说方言的 现在把你的舌头 交给圣灵 凭着信心把你的嘴巴张开 圣灵要启动你的舌头 凭着信心 大胆的只管说出来 大胆的说出来 依旺与是不是 Dani照顾 脑炎ライ导告 是阿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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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去 为着你需要的健康 为着你需要的医治 为着你需要的突破 为着你需要的释放 为着你需要的奇迹 举起双手方言祷告 你的保护之圣灵要帮助你 祂要帮助你夺回属于你的一切的权益 后面的一起来举手方言祷告 圣灵要来帮助你 圣灵要来帮助你 为着你的家庭来方言祷告 为着你的健康来方言祷告 为着这个环境来方言祷告 为着你所面临的问题困难来方言祷告 把你的嘴巴张开大声地说出来 大声地说出来 圣灵要来帮助你 我看到神的荣耀要在你的生命中彰显 神的荣耀要在你的生命中释放 哈雷路亚 圣灵要带领你突破 圣灵要带领你突破 哈雷路亚 你解决不了的问题圣灵要带领你解决 圣灵要来帮助你 哈雷路亚 我为你来祝福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神的恩典要领导每一个人 在未来的一周神要赐下超然的供应 在未来的一周神要赐下超然的平安 超过你的所求所想 神啊你超出人意外的平安 领导在座的每一个人 领导在座的每一个的家庭 谢你与这个教会的每一个会友同在 主啊这个教会的每一个会友都说 主啊我们深深的爱你 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 感谢赞美你 哈雷路亚 灵受圣残我们得到超然的健康 我们的灵力体力得到超然的恢复 哈雷路亚 掌声荣耀再次归给耶稣 感谢赞美耶稣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